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红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游士听说 蒙笑着拉搭出来坐下 命人拿了台盏 蒸了酒 笑到 一年到头 难为你孝顺老太太和我 我进而没什么疼你的 亲自蒸酒 我的乖乖 你在我手里喝一口吧 凤姐儿笑道 你要安心孝敬我 跪下 我就喝 游士笑道 说的你不知是谁 我告诉你说吧 好容易金儿这一遭过了后儿 知道还得像金儿这样的不得了 趁着尽力灌两钟子吧 凤姐儿见推不过 只得喝了两钟 接着众姐妹也来 凤姐也得美人的喝了两口 赖嬷嬷嬷见贾母尚且这等高兴 也少不得来凑去耳 领着些嬷嬷嬷们也来敬酒 凤姐儿也难推脱 只得喝了两口 鸳鸯等也都来敬 凤姐儿真不能了 盲羊告道 好姐姐们饶了我吧 我明儿再喝吧 鸳鸯笑道 真哥的 我们是没脸的 我们是没脸的了 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 太太还赏个脸儿呢 往常道有些体面 金儿当着这些人到做起主子的款儿来了 我原不该来 不喝 我们就走 说着真哥回去了 凤姐儿忙忙拉住 笑道 好姐姐 我喝就是了 说着拿过酒来 满满的蒸了一杯喝干 鸳鸯方笑了散去 然后又入席 凤姐儿自觉酒沉了 心里突突的往上撞 要往家去歇歇 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 便和尤氏说 预备赏钱 我要洗洗脸去 尤氏点头 凤姐儿 丑人不妨 便出了席 往房门后颜走 往房门后颜下走来 平儿留心 也忙跟了来 凤姐便扶着她 才至穿廊下 只见她屋里的一个小丫头子 正在那里站着 见她两个来了 回身就跑 凤姐儿便疑心 忙叫 那丫头先只装听不见 后来无奈后面连声而叫 也只得回来 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 忙和平儿进了窗廊 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 把隔扇打 把隔扇开了 凤姐坐在当院子的台阶上 命那丫头子跪下 喝命平儿 叫两个二门上的小丝来 拿绳子鞭子 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 那小丫头子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哭着只管碰头求饶 凤姐儿问道 我又不是鬼 你见了我 不识规矩站住 怎么到往前跑 小丫头子哭倒 我原没看见奶奶来 我又惦记着屋里没人 才跑来着 凤姐儿道 屋里既没人 谁叫你又来的 你就没看见 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 叫了你十来声 越叫越跑 离得又不远 你聋了吗 你还和我降嘴 说着 羊手一巴掌 打在脸上 打得那小丫头子一栽 这边脸上又一下 登时 小丫头子两腮子胀起来 平儿忙劝 奶奶仔细手疼 凤姐便说 你再打着问她 你再打着 问她跑什么 她再不说 把嘴撕烂了她的 那小丫头子先还降嘴 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 红烙铁来烙嘴 方哭道 二爷在家里 打发我来这里 瞧着奶奶 要见奶奶散了 先叫我送信儿去呢 不成忘奶奶这回子就来了 凤姐儿见话里有文章 便又问道 叫你瞧着我做什么 难道不叫我家去吗 必有别的缘故 快告诉我 我从此以后疼你 你要不说 你可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 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毡子来 向那丫头嘴上乱戳 吓得那丫头一行躲 一行哭求道 我告诉奶奶 可别说我说的 平儿一旁劝 一面催她 叫她快说 丫头便说道 二爷也是才来 来了就开箱子 拿了两块银子 还有两只簪子 两匹段子 叫我悄悄地送与鲍二的老婆去 叫她进来 她收了东西 就往咱们屋里来了 二爷叫我瞧着奶奶 底下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凤姐听了 以气的浑身发软 忙立起身来 一进来家 刚至院门 只见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耳 一见了凤姐 也缩头就跑 凤姐提着名字贺主 那丫头本来伶俐 见躲不过了 越发地跑出来了 笑道 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 可巧奶奶来了 凤姐道 告诉我什么 那丫头便说 二爷在家 这般如此 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 凤姐催道 你早做什么了 这回子我看见你了 你来推干静儿 说着仰手一下 打得那丫头一个 猎切 便捏脚而走了 凤姐来至窗前 往里听时 只听里头说 笑道 只听里头说笑道 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 贾连道 贾连道 他死了 再娶一个 也这么着 又怎么样呢 那个又道 他死了 你倒是把贫儿扶正了 你倒是把贫儿扶了正 只怕还好些 贾连道 如今连贫儿 他也不叫我 沾一沾了 贫儿也是 一肚子委屈 不敢说 我命里 怎么就该 犯了夜插心 凤姐听了 气得浑身乱战 又听他们都在贫儿 便以贫儿速日背地里 自然也有怨言了 那酒越发涌上来了 也并不蠢夺 回身把贫儿先打了两下子 一脚踢开了门进去 也不容分说 抓着贫儿家的 就撕打 又怕贾连走了 堵着门站着骂道 好仓夫 你偷主子汉子 还要致死主子老婆 贫儿 过来 你们仓夫们 一条藤儿多闲着我 外面儿 你哄我 说着 又把贫儿打了几下 打得贫儿有冤无处诉 只气得干枯 鲍尔家的 他 又气又愧 只不好说的 惊见贫儿也打 便上来踢骂道 好仓夫 你也动手打人 贫儿气窃 忙住了手 哭道 你们背地里说话 为什么拉我呢 凤姐见贫儿怕贾连 越发气了 又赶上来打着贫儿 偏叫打 鲍尔家的 贫儿急了 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 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 借劝 这里凤姐 这里凤姐见贫儿寻死去 便一头撞在贾连怀里 叫道 他们一条藤儿害我 被我听见 道都呼起我来 你来勒死我吧 贾连气得墙上拔出剑来 说道不用寻死 我真急了 一起杀了 我尝了命 大家干净 正闹得不开交 只见游士等一群人来了 说这是怎么说 才好好的 就闹起来 贾连见了人 越发已久三分罪 乘起威风来 故意要杀凤姐儿 凤姐儿见人来了 便不似先前那般坡了 撂下众人 便哭着往家母那边跑 此时戏散了 凤姐跑到家母跟前 爬在家母怀里 只说 老祖宗救我 连二爷要杀我呢 家母 邢夫人 王夫人等忙问 怎么了 凤姐儿哭道 我才家去换医生 不妨连二爷在家和人说话 我只当是有客来了 苦得我不敢进去 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 原来是鲍尔家的媳妇 商议说我厉害 要拿毒药给我吃 治死我 把平二服乐阵 我原生了气 又不敢和他吵 打了平二两下子 问他为什么害我 他扫了 就要杀我 贾母听了 都信以为真 说这还了得 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 一语未完 只见贾连拿着剑赶来 后面许多人赶 贾连名仗着贾母 素兮疼他们 连母亲沈娘也 连母亲沈娘也无碍 故城墙闹了来 新夫人王夫人见了 气得忙拦住骂道 这下流东西 你越发烦了 老太太在这里呢 贾连也斜着眼道 都是老太太惯的他 他才敢这么着 连我也骂起来了 连我也骂起来了 行夫人气得夺下剑来 只管喝他 快出去 那贾连撒娇 撒吃 言言言语的 还只管乱说 贾母气得说道 我知道我们 你放不到眼里 叫人把他老子叫了来 看他去不去 贾连听见这话 方列切着脚儿出去 赌气也不往家去 便往外书房来 这里行夫人 王夫人也说凤姐 也说凤姐 贾母道 什么要紧的事 小孩子们年轻 铲嘴猫儿似 铲嘴猫儿似的 哪里保得住呢 从小 从小儿 人人都打这么过 这都是我的不是 叫你多喝了两口酒 又吃起醋来了 说得众人都笑了 贾母又道 你放心 明儿我叫你 女婿替你赔不是 你进而别过去扫着他 应有骂 贫儿那蹄子 素日我道 看他好 怎么背地里这么坏 游士等笑道 贫儿没有不是 是凤丫头拿着人家出气 两口子生气 都拿着贫儿 都拿着贫儿 杀性子 贫儿委屈的什么 贫儿委屈的什么儿子的 老太太还骂人家 贫儿 贫儿道 这就是了 我说那孩子倒不像那 狐媚鬼道的 既这么着 可怜见得 白受她的气 应叫 国珀 来 你去告诉贫儿 就说我的话 我知道她受了委屈 明儿我叫她主子来 替她 赔不是 进而是她主子的 好日子 不许 不许她 胡闹 原来贫儿早被 李库拉入 不许她 胡闹 原来贫儿早被李库 拉入 大观园去了 贫儿 哭得 哽咽 难言 宝钗 劝道 你是个明白人 你们奶奶 素日 何等待你 金儿不过 她多吃了一口酒 她可不拿你出气 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 别人又笑话 她是假的了 正说着 只见琥珀走来 说着 说了贾母的话 贫儿自觉 面上有了光辉 方才渐渐的好了 也不往前头来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